人生如梦,梦醒十里郎,欢迎收看本期的电影十里郎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感人的豆瓣高峰电影《伴你高飞》 很确信,在这个寒冷的冬夜,我看了一部温暖的电影 它如天使般的翅膀,划过幸福的过往,留给天空美丽一场 一场无情的车祸,当13岁的艾米失去了母亲 从医院醒来,艾米看到了与母亲离异多年的父亲 父亲在加拿大经营着一座农场 往后的日子,艾米将与父亲一起生活 农场的房子还留有艾米的房间 可以看出,父亲心里还有女儿 由于酒味谋面,两人的关系带着一种诡异的反差 父亲喜欢琢磨一些稀奇古怪的发明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在窗户上 他已背着一架滑翔机从山坡上一跃而下 在天空中尽情的翱翔 父亲很享受这样的生活 尽管落地时有一些狼狈 艾米看在眼里 她既新奇,却又不想表现出过度的关心 父亲的女友叫苏珊 她对艾米很友善 而艾米眼里却满是敌意 可以说这是一次尴尬的见面 也让父亲有些不知所措 显然,她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艾米三岁时,就跟母亲离开了这里 却还有着一些美好的记忆 如今物是人非 她又该怎么融入这个新的家庭 又在一个清晨 伐木工人砍倒了农场附近的大树 据说有人要开发这里 父亲冲出房子与他们理论 却一点用也没有 艾米看在眼里也默不关心 觉得这跟她没有一点关系 而凌乱的树木下 一个大燕蛋引起了她的兴趣 往下一看 原来这里有一窝 艾米把这些蛋都带回了家 藏在杂物间的抽屉里 当了晚上,艾米又偷偷的来到杂物间 当她打开抽屉时 发现小燕已颇客而出 另一边,外出归来的父亲正四处寻找着艾米 当他们推开杂物间的门 却看到了无比温馨的一幕 艾米躺在地上已睡着 而她的旁边却意味着一群可爱的小燕 就这样,小燕成了艾米的宠物 她要去上学时会交代父亲如何喂养小燕 父亲看着这一桌子的小燕也是很无奈 小燕在慢慢的长大 他们把出口后第一眼看到的艾米当成了妈妈 一路尾随 艾米也在与小燕子的生活中找到了心灵的慰藉 草丛里山坡上都留下了他们欢乐的足迹 一天一个管理员来到了家里 说家养的大燕是不能飞的 要进行检疫 并拿起了剪刀准备下手 艾米瞬间暴怒 挑起盘子就掀了过去 父亲也把管理员赶去了屋子 你难道不知道 他们现在是艾米的孩子 为了保护小燕 艾米甚至与他们一起住在卫生间里 小燕在一天天的长大 艾米对他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然而大燕是千玺的鸟类 父亲试图说服艾米 让她用滑翔机带领他们南飞 艾米觉得这是个馊主意 但终究要面对现实 父亲想去吸引小燕们的注意 而小燕只认他们的妈妈艾米 艾米只能带着他们与父亲一起玩耍 同时这群小燕也打破了父女俩的隔阂 成为了他们感情的黏合计 转眼小燕成了大燕 他们可以飞了 父亲开来了滑翔机 艾米驱赶着大燕 让他们飞起来 而大燕不但不飞 还找到了躲起来的艾米 他们不想离开妈妈 也在这时 艾米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偷偷地坐上了父亲的滑翔机 其实他根本不会驾驶 所以刚起飞不久便摔了下来 幸好没有受伤 却把父亲吓出了一身冷汗 经过这事 父亲也有了一个主意 他想帮艾米也造一架小滑翔机 叫他飞行 他们一起带着大燕往南飞 但这事遭到了苏珊的强烈反对 毕竟艾米只是一个13岁的孩子 艾米在一旁听到却非常的赞同 父亲卖掉了他的一些模型 还叫来两个朋友 眼镜哥与长发哥 造出了一架大燕前的滑翔机 开始手把手地教艾米学习飞行 艾米很聪明 很快便能独自飞翔 而后 父亲与朋友制定了大燕南飞的线路 目的地是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他们又去找了一位鸟类专家 了解到在佛罗里达州 有一片鸟类保护区 但如果11月1号前没有候鸟的到来 将会取消这个保护区 开发成一片商业局 时间很紧迫 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训练 而一只大燕却在训练时 撞上了滑翔机 掉进了树林里 艾米等人在寻找受伤大燕时 管理员却把所有大燕都抓了起来 于是他们将计就计 大家并分几路 眼镜哥去引开管理员 长发哥去打开关大燕的笼子 大燕起飞时 父女俩开着滑翔机也正好赶到 带着大燕飞过了学校 丢下了一脸茫然的管理员 南飞计划正式启动 两架滑翔机一前一后 大燕们飞在中间 一路向南飞去 长发哥与苏珊在水面开着游艇接应 眼镜哥拉着物资在公路上跟随 行称海陆空三足鼎立之势 而他们进入美国境内后 也让空军基地的雷达发现 对于这个不明飞行物 空军准备出动战机拦截 而父女俩为了修整 也只能降落到基地 结果一找路便被抓了起来 军官很冷酷 但知道他们在护送大燕时 又变得非常热情 还与父女俩合影 电视台马上对这件事进行了报道 艾米与父亲在基地住了一晚 第二天出发时 士兵们列队欢送 艾塞迅速地传递 接下来的飞行很让人愉悦 我们可以随父女俩一起感受大自然之美 从空中俯瞰辽阔壮美的大地 人 燕 自然 和谐地融为一体 共长天一色 在路上 他们也遇到了其他的燕群 更发现了打燕的猎人 艾米一个俯冲 吓得他们不敢开枪 继续前行时 却遇上大雾还与地面失去了联系 当父女俩穿过迷雾 在他们面前的竟是高楼大厦 艾米还险些撞了上去 于是他们带着大雁在高楼之间穿梭 从写字楼飞过的瞬间 让楼房里的人惊呼 快看 这是电视上的那个女孩 大街上的行人也向他们挥手示好 另一边 保护区里的态势已很危急 开发商与民众发生了对峙 而父亲的滑翔机却在飞过城市以后出了故障 坠落在了一片玉米地里 艾米急了 降落后冲进了玉米地 他大声地呼喊着父亲 亲情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父亲的手被摔伤 滑翔机也不能再飞行 距离保护区只有30里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艾米独自飞行 艾米担心自己找不到路 父亲鼓励她 让她像妈妈一样做一个独立的人 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如果艾米在一个小时内不能赶到保护区 开发商将要动工 艾米带着大雁飞到一个小镇上 行人欢呼着并为她指引方向 最后的一段路同样是那么的美 飞过湖泊与沼泽的一幕 美得让人窒息 父亲搭了个便车 以事先到达了保护区 但艾米还没有出现 让她心里很着急 这时人群中有些骚动 原来有人发现了艾米 她带着大雁成功地到达了这里 在人们的欢呼声中 开发商的挖土机也熄了火 这是一个心情梦想环保交织的动人故事 温暖的叫人热烈盈眶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人与动物的友好往来 孩子与父母的亲情互动 更是让人感动得一塌糊涂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啦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